每天上午10点前 高雄民生医院院内群组就会响起 这是午餐推广素食群组 吃素的话其实上可以让我们身心灵安定 它每天会增加不同的店家 菜色其实不一样的 透过群组素食店家分享 群组人员从总务室开始 不断拓集到其他单位 人数也从个位数到现金块50人 在这段期间吃素食我反而觉得比较安全 因为有一些污染源可以尽量减少到最低 因为大家都吃素食 所以我就觉得好跟着大家吃 后来发现感觉好像心情上面 好像也蛮平稳的 因为现在都是外食族吧 对啊 然后蔬食刚好可以净身 就是泥粉吗 就这样一个船一个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午餐吃素行列 大家也希望借由口欲减少食物净化 到身心健康 让蔬食护生成为抗疫最佳预防针 大爱新闻学员林道明高雄报导 蔬食对身体健康的好处 恐怕是吃过